嗯哼哼 利润提高了 对不对 友达电视专门做三载机的芯片 对 就现在笑死了 为什么 做不完 对 对不对 那个LED也是一样啊 面板也是一样啊 都是一样啊 对 对 执行长 各位朋友你们要了解 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来讲 他给你一个零头 你就可能要做一年 对 对 知识话 是 但是 就光这一个零头 他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冲击力 就非常可怕 嗯哼哼哼 对不对 对 我讲的是几单效果 对 但是造成这次台北五十这么牛 牛到全世界 台名前三名 他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在 呃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讲的 第四大法人 对 第四大法人 对 集单效应是一 是一条对 对 算是基本 对 他是下订单给你的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 直接进入你股票市场 就是直接进入你资本市场 等于是筹码面的 对 对 第四大法人 我刚刚说了 台北股市只有三大法人 对 而且是这三大法人是一大两小 对 对不对 以前是差不多大 后来就越差越多 对对 越差越多 对不对 特别是2000年以后 我们开放了7支 选择权 对 的作业之后 哇 那外资就 就基本上就是把台北股市当成的提款机 对 在其他股市赔掉了钱 没关系到台湾去补去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忍受这种情况已经忍受了多少年了 对 对不对 就今年过年之后出现了第四大法人 现在我相信 当各位观众朋友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概你们也心里有数了 或者是你们也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为什么外资明明是卖钞的 结果股市还大盘指数反而上涨 明明是看空的 至少你结算以后 台北股市都会有一个固定性 惯性的压回盘整 然后再看多还是看空 对不对 它总是有一个盘整的 很多人认为结算是故意拉高 把它盖到晚应该要再回来 结果还继续走 对啊 就是所谓的坐照行情 结果竟然继续走 结果 直接居然继续走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 我为什么用 用居然 为什么 因为决定很简单 因为我们很多股市的朋友 股市的分析师 他们他们没有发现 或者是他们只是感觉到奇怪 怎么会这样的时候 他们忽略了第四大法人 也就是所谓的律资 我现在会跟各位讲 錄資按照行政院的核准是下個月 QDII是正式以錄資的身份進場 對 正式錄資 說不定我們到時候會公佈第四大法人的買賣金額 應該是會有 正式的會有 所以到時候四大法人真的會有一個錄資買賣金額在我們牌面上 就會因為它要透明 你要進入台北股市操作讓你的操作 但是你的一切 就跟外資是一樣的狀況 一模一樣 但是暫時之前 但是在這段期間 對 你們認為真的沒有盧資嗎 我告訴你 有 先卡位 沒有,很奇怪 對 那想不透啊 沒有,這個問題就請我萬大哥才有辦法解釋 我看其他人 大家一直想就想不透到底是怎麼搞的 哪裡來的資金 對啊 同樣的一句話 我的朋友跟我考慮說 馬英九政府有事沒事的救什麼 結果我透過管道去問 結果人家政府的四大基金根本沒有進場 嗯 那當然 我繼續要調查 那錢哪裡來的 對啊 人家明明就是賣鈔 你怎麼會這樣 大家都有這個疑問 對 而且還有各位朋友 執行長你發覺沒有 是 就這個禮拜來講 都是1300億以上的交易量 沒錯沒錯 大家都覺得爆量量太大了 奇怪 因為1500多億 1500億量有點大 這種感覺 那是非常可怕 對對對 1500億左右的量 那是7000點 對啊對啊 一定要到7000點 對不對 所以 我用 發揮我以前的專長 要追到地面 去查了一下 結果 跟我的研判 果真不謀而合 嗯 很多大陸的資金 透過我們的券上下大膽 這是你講的布局 嗯 就是你講的布局 對 他們主要的布局 兩個方面 第一個 在實體市場方面 對 他們主要是以全資股為主 還有金融 嗯嗯嗯 全資股跟其中 因為 全資股是因為他們直接 家庭下商的政策 還有未來就是 接下來 大陸連續三年 連續三年的所謂的 振興十大產業 對 的第一大 三級 嗯嗯 三級 三級明來就到了 就是我們的手機 對 我們現在用的是二級 對 三級就是像某 某擦寶 啊 就是可以看著的 三級 對 那個是一個產業 對 這個單位全都是亞洲台灣 嗯嗯嗯 韓國日本一張都沒有 這還是 這還是 我再去談吧 它是個被找 往內玩啊 你知道嗎 要振興經濟 先振興自己人啊 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 台股跟日股 韓股就有蠻大的差別 對 就有蠻大的差別啊 對 人家疊的是彩兮兮的 我們還是長啊 對 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第一 也就是說 也就是在過年之後的這一段期間 嗯 在4月之前 QDII正式來之前 這段時間 入資布局的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全資股 就是電子股 對 電子股 因為他們直接受益 嗯嗯嗯 他們直接受益 對 因為他們也要賺錢啊 沒錯 人家也不是來這裡做善男信女的 對 那個善才童子 對不對 對 他們也要賺 他們不可能亂買嘛 他們當然是買你不會倒的 買紅海啊 買台積電啊 買聯電這些啊 對對對 而且是重點支持啊 你在兩岸有特別的那個 貢獻的這些企業 是是是 申保就打兩岸你的股票 對 因為我們要下單給你 你們股票會長我也要來賺一點 對 對 就是這樣 不能讓你們白賺我也要來啊 對啊 我也要當股東啊 對啊 我讓你賺錢了 結果你股東還不讓我做 對對對 那是不可以的嗎 對對對 第二個 請你注意 第三次 現在馬英九都講了 第三是江城會一定要簽的MOU 嗯 MOU 裡頭是什麼東西 股票 對 金融 對 正確 聽清楚哦 正確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們當然在實體市場 他們當然是加碼金融部 當然是加碼金融部 而且你知不知道 MOU1000 今天國內有七家上市公司的所謂的金融集團 對 在大陸的辦事處立刻升格為分行 嗯哼哼 立馬就升格了 然後密切 有七家有辦事處在那邊 對已經是七家 對 但是還有三到五家正在向北京提出申請 對 就要趕在一千字 一千字 馬上變分行 馬上就變分行 因為 你現在申請辦事處 它是一個審查的門檻 對 等你合約一簽了 MOU一簽了 對 你再去申請分行 對 對 它審查就嚴格 就嚴格 因為你是審查分行 對 然後 我還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現在全世界第三大銀行 跟第二大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跟中國銀行 五月份要到台灣設銀行 人家已經公開講了 接下來就是工商銀行 現在全世界十大銀行 排名前十大的中國佔五個 這五個 據說通通要來台北 因為他們講 我容許你來多少 你就要容許我來多少 對 他們這些銀行是倒不了的 對 昨天才公布一個最新的數據 工商 中國工商銀行去年的營收 是一千一百一十五億 淨利 一千一百一十五億人民幣 對 算一下多少新台銀行 它光賺了 全世界最會賺錢很好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 在屍體的部分 目前是這兩大塊 目前是這兩大塊 對 好 然後 他們還有一 至少有一半的資金 是進入期貨跟選擇全市場 做財務鋼盤 好 不大單 這就是主導什麼 主導多頭還是公頭 所以 所以 這一個多月時間 仔細觀察台北股市裡面發覺 不知道哪裡來的資金 在跟外資對著 對 你做空 我就做多 而且 要做到 讓你嘎空 對 就是這樣 好 謝謝